嗨!大家好,我是小潔 眾所期待的X100B終於在台灣登場囉!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體驗會將以影片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陸續會在北中南開設幾個據點 開放給喜歡富士的朋友們前往體驗 那詳細的資訊我們會公告在官方網站 以及團絲專頁 再請大家多多關注囉! 那我們有請黑面老師來為我們分享X100B的使用心得 歡迎! 大家好,我是黑面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X100B的使用心得 X100BR這台相機對富士機台很有意義的相機 因為它去富士它無反光進相機這個系統的原點 X100BR是這個系列的第五代 我自己試用了一陣子 覺得它有很多的改變跟加強的地方 那我們等一下就跟大家分享 這台相機有哪些改變 跟它變得更好的地方 我們先跟大家說一下X100V 跟X100的變化 我們先從外型開始講 我第一眼收到X100V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質感跟X100V比起來 真的進化非常多 它這片上面的這片是由鋁去加工製造的 然後我們把加工的過程推過來 它是由一片鋁的原料去沖壓 去沖壓成這個形狀 然後去沖壓 然後把旁邊的那個不需要的 多一個原料切掉以後 然後再下去修長它的造型 修長這樣把按鈕的洞打出來 然後再用研磨去把它磨成這樣 然後你可以注意看這個邊角 研磨過後非常的銳利 只要心軟腔應該都會很喜歡這種線條 因為就是隱隱焦焦的看起來很舒服 然後大氣研磨以後再去噴蝦 這個蝦噴起來很細啊 摸起來很陰涼、光滑 而且它不會很怕齒文 就是你手這邊摸也不會有齒文產生 它就可以長寶它很漂亮的狀態 我覺得以我男生的觀點來說 個人就是會很喜歡這種造型的東西 尤其它這些邊角處理的很漂亮 就是很像一個工藝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兩個跟前一代差100度比起來 它這個邊角的銳利度就不一樣 X100V的比較銳利 摸起來感覺比較舒服 然後它噴下的細緻度以後所改變 X100V的比較細 摸起來就有點很像 冰淨兩岸的很光滑、舒服的感覺 它這個熱靴做的變化 這個熱靴做的變化 它的形狀差蠻多的 我第一眼看到X100V 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這個熱靴 就是這個熱靴 它跟X100V的造型差很多 X100V的造型差蠻多的 看起來就很像可樂錶的造型 我覺得整體的質感 因為這個線條跟噴下的細緻度 還有這個熱靴在造型的改變 讓整體的質感有很大的提升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精品的感覺 而且搖晃起來 很駕駛 不會有一些 哩哩哩哩哩的聲音 然後再來是它背後的螢幕 它就是LCD 它可以向下翻轉 向下翻轉 它可以向下翻轉 我們在做不同角度的取景的時候 可以比較好取景 像我們在外面接拍 你如果要低角度取景的話 就是把螢幕翻起來 放在腰上這樣拍就好了 比較不會那麼斜遠 或是你要高角度拍比較廣角的景 我們可以這樣往下翻 然後上機拿到這樣子 你比較好容易監視畫面 然後它這次也支援觸控螢幕 然後它螢幕的畫素有169萬畫素 跟X100V比起來 它有1.6倍的人提升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X100V 它這次 它有做防塵防滴的處理 它機身有70個地方有做過處理 然後它前面的鏡頭 搭配這一片濾鏡之後 搭配這一片濾鏡之後 它整台機身就是防塵防滴的 如果沒有裝這一片濾鏡 它的鏡頭是沒有防塵防滴的 裝上這一片濾鏡之後 它全身 整台機身就是防塵防滴 它有耐厚性 尤其會 不怕一些極端氣候的影響 就是下雨啊 秋季 在雪季拍啊 都不用擔心很多 然後它的電子觀景窗 電子觀景窗 這一次是369萬畫素 也是現在一流的水準 前應該是200多萬畫素而已 也提升了1.5倍 然後它的光學觀景窗啊 它的那個放大率 它的覆蓋率啊 它的覆蓋率有95% 放大率有52% 跟上一代比起來 都是有所提升的啊 然後再來就是 我自己看EVF的時候 它的亮度啊 跟上一代提升比起來 也蠻有感的 我看起來比較亮啊 比較不愛 也比較好 先看你的畫面 像我個人比較喜歡用EVF的拍照啊 看起來就蠻有感的 你看這個操作介面這邊啊 它的DPEG啊 差100多的DPEG取消 因為我以前這樣拍啊 在改變對焦點的時候 很容易按照DPEG 然後就設定跑掉啊 有時候還蠻困擾的 然後它這邊取消掉以後 你就是用搖桿去改變對焦點啊 什麼的 然後你要改變設定 就按Q鍵 其實習慣以後啊 拍照會比較穩定 不容易按照 你不希望改變的設定 就因為奇奇布希的相機啊 它的操作方面 我個人覺得是很直覺啊 不用花太多金錢 像我拍照 通常拍之前啊 就會先把設定設好 不會一直去改設定啊 所以它操作方面 尤其像我個人就是先會轉 光圈決定會有光圈 然後快門 快門決定好 拍手決定好 以後啊 就這樣去拍照 以後就改對焦點而已 所以有沒有DPEG 我個人覺得是影響不到 而且小了以後啊 反而比較不會去誤處 操作方面會更便利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機箱上的改變以外啊 就是X100V最重要的改變啊 就是它的鏡頭是重新設計過的 它從8群右足一片非球面鏡片 改成8群右足有兩片非球面鏡片啊 雖然它的焦段還是23 然後光圈還是F2啊 不過它的畫質有非常大的提升 然後X100V啊 它是23F2的鏡頭 1向5等效啊 是345左右的焦段 345左右的焦段 一般很適合我們拍攝生活的照片啊 那如果你想要希望廣角一點 像我們今天它有時候會希望28 我先試拍 我希望才會廣角一點 讓畫面可以用變形去修繫 你的臉型的時候啊 我沒有廣角鏡可以接 我像X100V 它這個系統啊 還蠻特殊的 它是用轉接鏡的 它可以轉接這個鏡頭上去 它有廣角跟望遠的焦段可以轉接 這個轉接上去以後啊 轉接上去以後 轉接上去以後 像我們說 你如果有接拍希望拍人在景啊 或是你有自拍的需求啊 你就可以換成這個等效28的焦段的轉接鏡頭 你在自拍啊什麼的 你可以用它的刮腳變形 讓你的臉型啊 或是身材 變得比較修長 這個 然後如果你有望遠需求的話 我們這個轉接以後 它可以變50mm 比如像我等效近50mm啊 你在拍半仙人上特寫的時候 我拍起來啊 響景會比較漂亮 而且其實你看 這個相機啊 放上這兩個鏡頭以後啊 就更有型更好看 就顏值方面啊 也提升蠻多的 然後這支X100V啊 它是第四代的處理器 2600萬畫素 跟之前的系統比起來 看X100V的拍攝系統 也是現在第一T隊的系統 像它的對焦啊 暗部對焦喔 它現在可以到X5EV X5EV基本上 你眼睛已經看不清楚了 可惜你的相機還是對得到這樣 像我們在夜拍啊什麼的時候 就還蠻有幫助的 然後它連拍是每秒11連拍 我們在動態拍攝的時候啊 11連拍基本上可以讓你捕捉到 所有你需要的表情啊 提一點拍 然後它還有內建HDR的功能 HDR還有4檔 有200 400 800 然後還有一個加長的 像我們拍攝高盤插場景的時候 它的幫助也很大 這個高盤插場景的照片 我們會擺在旁邊給大家看 然後我個人覺得影場最有幫助的啊 就是我們在逆光拍攝的時候 我們逆光拍攝的時候啊 常常不搭閃燈人的臉色是黑的 不過我們現在HDR啊 拍下去逆光拍的時候 人的臉色還是會很漂亮 然後我們在室內拍攝 相信我去體驗X100V的時候啊 有一個長點是在國家約定 喝咖啡 然後我點了一瓶海泥根 然後我就對著海泥根拍攝去背景 從外 一般以前我們拍啊 通常海泥跟啤酒的曝光正確的時候 窗外就是過負的啊 可是我開了HDR拍 就可以同時保留我們的 那個啤酒的亮度跟 度外窗子的顏色啊 我拍起來就還蠻好看的 這個HDR我個人覺得是 蠻好用的功能啊 然後 與實際拍攝來說啊 我個人覺得 還是相機拍起來 會比較好用 像X100V這種不可換鏡頭的相機啊 有個人會質疑說 那跟手機拍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 實際拍起來差別還蠻大的啊 第一個就是它有一個儀式感 它可以讓你把自己想投入 在拍攝這個活動裡面 像我拿手機其實感覺就是 前面拍一拍 當中活動記憶外 可是其實你拿上機拍的時候 心弦會比較集中 你補助畫面的 那個成功率也會比較高 再來就是上這種隨先機啊 我有一些是帶我去 粉紅樂園玩 然後我有帶它做海藥船 跟雲小飛車 我有試過啊 手機啊 我在做海藥船的時候 我要這樣按啊 沒辦法按啊 因為晃到很高的時候 我就按不下去了啊 然後我拿相機 我可以單手這樣拿這樣 然後開了一點 對腳就這樣 很快 我就靠這一招 補助告很多畫面 我個人覺得 像這種補助告的畫面 通常其實非常具有表情的 也很有故隙性的 像這個我就覺得 其實相機跟手機 有很大差別的地方 它單手就得拍了 其實手機你單手拍 我覺得很便宜 很奇怪 所以這個是我在石油上 感受的才藝環多 再來就是想景 想景有些有差 像我們這種光學鏡頭的想景 拍起來就是會比較漂亮 比較自然 不會頭髮跟背景 有一些很奇怪的 影像處理的痕跡啊 然後我們這種光學鏡頭 在逆光拍的時候 然後它的耀光很漂亮 手機很適合很漂亮 而且複戲它天氣啊 一樣差100V啊 它一樣有經典篤片 經典複片這個預鏡 經典複片啊 拍起來感覺就是 很有我們懷秀的感覺 像拍一些 我們在光線比較好的時候啊 用經典複片上去拍 眼線的呈現也蠻好看的 跟我們以前那種比較喜歡鮮艷的色調啊 有些不一樣的感覺 這個 然後這個我們用相片呈現給大家看 然後除了彩色的照片以外啊 它就是還有一些 機身面積的功能 像是它有清晰度啊 可以藉由清晰度的調整 讓你畫面的線條更銳利 或是它這支黑白照片啊 也可以調整很多色 調整成很多色 所以你要讓它 往 就是紅色 單純紅色的 黑白照護膝 各種不同的紅色的啊 這個也是有很大的 有很多調整的空間 你在以上創作上面啊 也可以有很大的發揮 另外它這一波 多重複掛啊 它可以複手這樣 你在以上創作如果想完 想完重複的啊 也可以有很大的 空間讓你去創作這樣 然後啊 如果我們在大開場下面有拍攝的需求 像我個人拍人像啊 最近比較 膚淺一點啊 喜歡走大光圈路線 可是我們在戶外拍啊 常常遇到太陽光太強 光圈開到F2 就過負了啊 所以這代X100Vica 內建了四極的 ND減光鏡 你在戶外把減光鏡打開 光圈開到F2啊 你依然可以獲得很剛好的換門速度 讓你在拍攝的時候啊 可以獲得正確的曝光 而且ND減光鏡啊 還有一個好處 就因為你喜歡玩 遺跡閃燈的時候啊 你可以靠ND減光鏡 讓你的現場光變比較暗 你的閃燈 你要利用閃燈 你用把土體跟背景分割出來 也會比較容易打到 這個是ND減光鏡的好處 像前一代X100F啊 它只有三段 到X100V它有四段 在我們以上創作方面 也會有更多的幫助 然後我們再講一下 X100V的錄影功能 X100V它錄影是4K37P 跟FHD60PR 搭配它現在還蠻快速的對焦 你再錄一些生活影片 或是轉接光鏡進入Vlog的時候啊 其實都還蠻好用的 另外啊 它的接頭 它的耳機接頭 是2.5個轉接頭 你可能需要準備一個接頭 來轉接你的收音麥克風 然後它有Mini HDMI的接頭 還有USB Type-C的接頭 它可以接行動電源 邊充邊拍 這個啊 大家在除外拍攝 這個如果電視沒訂的時候啊 也是蠻方便的 讓你可以續航力增加蠻多的 這個 那謝謝黑便老師的分享 X100V它有兩個顏色 那銀色目前已經到貨囉 黑色3月中也會跟著到貨了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這次體驗會的方式 會跟以前有所不同 不需要採取網路報名的方式 只需要在指定的時段內 前往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會有我們富士的技師 協助大家操作 那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都可以直接詢問他們喔 詳細的活動資訊 會放在我們的文字欄內 那謝謝大家 也歡迎大家踴躍參觀